好,那很高兴我们今天可以邀请到 丰盛健康照护集团的赖清风执行长 Jeff,来到我们现场跟我们分享 他的创业心路历程和故事 Jeff,你好 你好 对,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请问就是 Jeff,当初怎么会想要创业 那你的起心动念是什么 我在79年的时候念这个护理 鼓励台北护理学院毕业 那在学生的过程 我到了当时的安养中心去打工 从打工过程中看到了 看到了就是外籍人员 在照顾这个我们台湾的长辈的过程当中 让我从这里面启发了一些创业的想法 所以从学生时期 我就立定要走长照这个事业 那从走到长照这个事业之前 我到医院然后到医疗器才好 去做一些学习之后 我就立定志向回到台中 进入到长照这个产业 嗯 起心动念是希望我们台湾的长辈能够 可以得到我的照顾 嗯 所以算是很早就立定了这个目标 然后一直不断的往这个方向去前进 就是Jeff是一个很就是看着目标前进的人 中间都没有偏离这样子 对那就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您现在的创立的这个 丰盛健康照顾集团 它比较主要的特色以及 就是你们主要的服务项目跟内容 嗯 丰盛的照顾我觉得跟其他的同行业里面 在照顾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是 我们比较着重在在各式不一样的活动去注入 让所有的长辈一起来参与 这些活动的参与都是他们在他们当时年代可以感觉到 那个东西是跟他比较相近的这样活动 他可以可以让他能够有一种很非常渴望跟热衷里面 很开心回味到他以前小时候在玩耍的一些活动里面 让他可以启发从他的记忆里面去启发 让他的认知会有更不一样的创新 然后让他的生活里面会感觉到非常有信心 非常有被尊重 然后甚至在年轻的时候 他会走向那个自我实现的那个状态 可是原来当他老的时候 一样可以做自我实现这件事情 这是我们丰盛集团在跟别的机构所不一样的特色 这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因为其实在人应该说 我觉得人在每一个阶段他都会需要一个有自我实现 以及去做自己喜欢跟热情的事情 对那这个的话如果在丰盛集团算是比较特色的部分 那你们也会希望透过这样的模式去 可能让长辈们他们是有办法对于自己的可能生活有一个重型的 然后有办法去有一个依靠的 这样子 我又有一个不好意思 我有一个特别的一个想法就是 因为长辈他在每一个失能的阶段里面都会有不一样的状态 比如说他一开始的时候是因为慢性病会困扰他 会有很多不舒服的东西 在这进阶点他可能会中风的或者是他开始走入困难的 开始无力的 甚至他必须靠轮椅为生 我要鼓励他们都不要因为这些挫折就让他自己不去做某些事情 他反而在他不舒服的时候或者是失能的时候 或者是做轮椅没办法出去的时候 不要感觉到沮丧 继续的走出户外 继续的参加这些活动 这些活动可以让他带回自信 甚至把他 所有身体的疾病能够让他忘掉 甚至能够治疗好他 这是我希望 每一个长辈能够 抱持这样的信念去 生活下去 这个是很棒的信念 我觉得 就像Jeff说的 就是如果每一个长辈都有这样子的心情的话 其实 我觉得疾病这方面也会减轻他们的负担 因为其实很多的健康疾病都会来自于心里的一个 快活的那种感觉 对 那这样子在这个过程中 因为毕竟就是 我们台湾的招呼 也不是说一开始就怎么样的成熟 那这样子在过程中有没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是就是你觉得比较不容易的 那你又是 怎么样去一直 坚持到现在 这样子 我觉得很多我们自己认为 很好的 的一个服务模式 在一开始的时候 当然 过程里很辛苦 因为我们在改变的 我们改变的事实上不是这些长辈 也不是那些家属 你给他最 比较好的东西的时候 家属跟这个长辈 他们就自然而然就接受了 我们要改变的是 我们的背后的 的股东群 我们要改变的是我们整个 照顾团队 他们要跟着我们把这些新的模式 因为他们是照顾者 他们必须把它熟到变得是非常专业 这样改变之后才能够去呈现给所有的 长辈跟家属 他们才可以看到 这个 好开心好快乐的照顾模式带进来 但是相对的 在在这个过程里面 会有 会有非常多的资金投入 股东他们就会 他们只看到 好棒好棒 但是钱 一直出去 一直出去 所以会很多辛苦 当然 当然我觉得我们一直在坚持做对的事情 所以 因为身为基督徒看到的是 做对的事情相对的 在财富方面 上帝会给我们不断的供应 所以 有困扰 也有坚持 只能坚持下去把好的事情 做出来 嗯 就是相信自己在做对的事情 然后去 可能透过沟通跟协调 然后让大家彼此 达到一个共识 是 这样子 那在丰盛健康照顾集团里面 就是你会希望就是透过这样子的模式去带给 大众的是一个什么样的 可能信念的传递吗 还是说希望就是带给大众一个什么样的品牌印象 我们在照顾 长辈这二十几年的经验里面 当然我们现在 事实上企业里面从我这个 所谓的很多家的连锁企业到 到后来比较少 剩没几家 当然这个过程里面有很多的坚持 那我希望带了什么信念 我们现在就是在 南屯跟物质区 我们不断的 把这个local的这个地方的一条龙模式 能够做到极致的那个 把这个社区的长辈能够照顾好 那希望在 在这一个 这个 这个品牌出来之后可以让更多的投资者 他们认同 这样照顾模式 也让更多的长辈跟家属 他们觉得 我们这样做的模式是非常对的 然后透过这样的整理模式里面 再复制到 各个社区里面 让更多的长辈可以享有这样的服务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的服务如果能够 在台湾整个区域都发展开来 其实对台湾整体社会的 福利都是变得更好的 希望 那这样子就是大概在三到五年内 有没有什么样就是比较具体的计划 是Jeff接下来要去执行的 我目前在 因为 目前是在南屯区跟这个无日区这样服务 那我们目前在这个三年的规划里面在大理 南屯 在 在往七期这边也都在开发设点 像日照的 照顾模式 居家服务的照顾模式 这个还有 另外一个区块是我们在做 老人住宅的区块 都是在深入社区里面照顾的模式 那希望把我刚刚讲到的这个 这个模板的这个 乌日区的南多区模板 推到各个 先推到我们整个台中市 再从台中市里面延伸到其他县市 那目前在五年内 我们会开十个单元 这样的规划 太棒了 这个我相信是对于就是可能 不管是哪一个区域的 可能长辈 或者是说 其实对家属也是一个很 很好的一个模式 可以让他们有更多的 可以 协助到长辈的这个部分 降低他们的负担压力 这样子 那 最后的话想要请就是 Jeff跟我们分享 就是 如果说想要创业的人 那他想要走跟你相同的模式的话 那你会不会有什么建议给他们 我觉得建议是 其实 我觉得他们能够做到基本的是 怎么样让 长辈可以真正的快乐 快乐的走出来 快乐的参加活动 不断的鼓励他们 让他们可以走到 备受尊重 能够做到自我实现的这个地步 这个自我实现这件事情 说实在 是很难的事情 那我觉得我们不断的把好东西给长辈 那去诱导他们来参加 走出来 不要一直留在家里 走出来 事实上 对 对他的家人 事实上是减轻负担的一个非常好的方式 对长辈自己来讲也是非常好的方式 这个是 我觉得是 不单纯只看说负担这件事情 我对对一个生命来讲 可以做到自我实现这件事情 当然人生都有意义 这应该会是 也是一个很有成就感的 是 对能够去协助到 其实每一个人都是 会需要 尤其是在长辈 他走过这么长的时间之后 他会更需要 就是得到一些 也就是能够去信仰 或者是去依靠的东西 这样子 对那也谢谢Jeff 今天跟我们分享 就是这整个 就是关于 老人照顾的这个部分的一些专业 以及就是在创业的心路历程 所遇到的一些困难 和障碍 这样子 那今天也就是能够很开心的 听到就是 Jeff的分享 谢谢